足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13号星期五 影片一开场 我们看到大眼妹跟着几个死跑龙套的朋友 来到水晶湖度假区又玩 晚上几个人围在篝火旁闲聊的时候 小眼镜霜你们知道吗 这营地已经封闭了二十多年了 据说当年有个女人的畸形儿子杰森 也死在这儿 这个女人认为自己儿子的死 是工作人员疏忽造成了 因此把这帮人都给杀了 不过听说最后有一个女孩 不仅私利逃生了 而且还在跟杰森他妈咪撕逼的时候 把对方头给砍下来了 可后来又有人说呀 杰森这孩子根本没有被淹死 而且他回到露营区之后 还见到了他妈咪那颗被砍掉的人头 转场之后 小眼镜在树林里正提臀缩钢撒尿的时候 作为朝阳义务监督员的杰森突然就出现 杰森说随地大小便罚款一百万 小眼镜说太贵了吧大哥 杰森说嫌贵就拿命来换 杰森说完上去就把小眼镜的违法工具给没收了 转场之后 我们看到龙炮妹和龙炮哥正在手忙脚乱的瞎忙活 大灵单身狗的杰森在旁边看着呀实在受不了了 说你们公共场合打野战必须把你们来法办 这时候镜头一转 我们看到大眼妹和他的男朋友小卷毛啊 已经走进了杰森的别墅 两人在屋里瞎悬磨了半天的 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装有杰森他妈咪照片的吊坠 并且不知廉耻的据为了其友 当他俩继续在屋里翻箱倒柜的时候 杰森拎着大砍刀突然出现了 杰森说私闯民财太可气 必须送你们见上帝 大眼妹一看吓得撅着屁股撒压子就撩了 可跑得了陈学东跑不了郭静明啊 大眼妹很快就被杰森给活捉了 一个月之后 我们看到富二代拉着他的几个损友啊 到水晶湖都中沫 在便利店里 他们遇到了前来寻找自己妹妹的大眼哥 大眼哥开着摩托车 来到了附近一个老大妈的家里 拿出大眼妹的寻人启事 跟老大妈打听情况 老大妈说别瞎他们找了 回家准备后事去 随后大眼哥又来到附近的木工坊打听消息 棒球帽看了看寻人启事说 只在此山中云神不知处 转场之后 我们看到八宝山的几个新业主啊 正在庆贺他们即将瞧前新居 富二代在河边 企图邀请小兄妹开车逗风 但小兄妹显然没看上 这位经常违章驾驶的自己 婉转的拒绝了 接下来那位爱被唐氏的棒球帽 正在抽大麻的时候 被正在附近寻留的杰森给发现 当他拽掉杰森的头套之后 当时就吓尿 杰森说违法吸毒必须铲除 干掉棒球帽之后 杰森突然在地上 发现了一个脏不垃圾的面具 他觉得这面具比他的头套可上当多了 而且还特符合他的气质 杰森戴上面具之后 还在镜子前臭美了一会儿 觉得自己比以前帅多了 转场之后 小金毛和大金毛 正开着富二代的游艇瞎嘚嘚的时候 站在岸边的杰森实在看不下去 说没钱装逼太可憎了 必须要了你们的命 杰森说完 便及时制止了他们有伤风化的行为 转场之后 热心肠的小兄妹 正在陪着大眼哥寻找大眼妹 当两个人正瞎悬磨的时候 杰森背着违法乱纪人员的尸体 突然出现 并且还把大眼哥的包给踢走了 这时候画面一转 我们在地下室 见到了被杰森一直眷养着的 跟他妈咪长得特像的大眼妹 当杰森磨完刀走了之后 大眼妹在他哥哥的包里找出工具 利用祖传的开索技术 顺利的脱身了 转场之后 小眼哥和毛蛋哥 正坐在沙发上看大兄妹跳舞 小眼哥说 我真想坐他牛仔裤上的一颗扭扣 毛蛋哥说 那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小眼哥一听 这自尊心可就受不了了 端起一杯酒点招之后 就去跟大兄妹调行 可他意不留神 把富二代家里那祖传的太师椅给弄坏 富二代气急败坏的说 今儿你要是不把他修理了 我就把你给修理了 小眼哥在工具房找工具的时候 闻讯而来的杰森突然就出现 杰森说弄坏太师椅必须法办你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大兄妹和富二代就比赫上了 孤独难耐的毛蛋哥拿出一本杂志 正打算放飞一下心情的时候 大眼哥和小兄妹突然冲了进来 把毛蛋哥吓得菊花一紧 差点就走了火 转场之后 从地下室逃出来的大眼妹刚跑到门口 就又被杰森给活捉了 而这时候的富二代和大兄妹 也刀枪入户马放南山了 当几个人在屋里正抓狂的时候 杰森突然把他们的店给掐了 由于小眼哥去工具房一直没回来 作为他的好机友毛蛋哥 拎这个平底锅就冲出了房间了 可当他刚走进工具房就撞进了杰森 杰森说没事下自卫必须是死罪 干掉毛蛋哥之后 杰森就摸到了富二代家的房顶 当大兄妹提心吊胆 在屋里瞎悬挂的时候 杰森突然在他背后就出现了 杰森说没修没少瞎上床 我看你是钱并长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吃瓜警察开的警车 就来到了度假屋 可这哥们刚来到门口 就被杰森给穿了糖葫芦 这下可把屋里那三位彻底吓尿 当富二代撅着定刚跑到路边 拦住一辆卡车 杰森就神奇般的出现在了他的背后 杰森说整天想着啪啪啪 必须送你回老家 转场之后 大眼哥和小兄妹摸到了杰森的别墅 并且在地下室顺利的解救了大眼妹 当三个人正打算逃命的时候 杰森风尘仆仆的回来了 并且迅速的碾上了正要逃好的小兄妹 杰森说多管闲事摊魂水 必须把你变成鬼 大眼哥和大眼妹前脚刚跑到棒球帽的木工房 杰森后脚就追了过来 就在大眼哥马上就要被绞成肉馅的时候 大眼妹突然拿出了那个 相有杰森妈咪照片的调文 趁着杰森愣神的时候 大眼哥从后边 无耻的偷袭了这位一身正气的男人 影片的最后 大眼哥兄妹来到河边 把杰森的尸体扔到了河里 可就在两人正倒气的时候 杰森跟受了惊的网络似的 突然从水里又窜了上来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堂食压压惊 做人一定要自律 不要违法和乱纪 如果你敢不听劝 杰森送你下地狱